冯秀琴还一脸纯洁 不知道自家母亲心里在想什么 她对赵秀说 大表姐真的跟你的婆子说 让你给大舅舅大舅母带个好就行了 没有准备礼物 连封书信都不写 这也太过分了吧 大舅舅大舅母从前多疼她呀 分别了几个月 她竟然如此冷淡 实在是太不孝了 赵秀笑了笑 转向冯太太 坦白说 如果这些话是方大姐姐 当着我家婆子的面说的 我保管再也不会上门去自讨没趣 偏偏我家的婆子 不曾见过方大姐姐 一切都是梅山伯夫人 跟她的丫头在转述 而梅山伯夫人 在方大姐姐的病情描述上 又有些自相矛盾的意思 我就拿不准了 总觉得这里头的事情有些不对劲 我想我是个外人 没什么立场去多管人家婆媳间的闲事 但此行南下 万一真的见到了方五姑娘 我总不能把这话肇事告诉她吧 即使方大姐姐真个儿是没有孝心 我也好歹要把她线下的身体状况打听清楚了 才好跟方太太说明 至于此后 他们自家人要怎么做 那就与我无关了 冯太太点头说道 这话是正理 我已经明白了 不管慧丫头是真病假病 梅山伯夫人的言语 又有什么古怪处 我做姑姑的 怎么也该过去看她一眼的 若慧丫头真的连封书信都不肯给父母写 那我哪怕是骂 也要骂得她知错了不可 赵秀听了 就放心地回家去了 冯太太这边则先思考了半日 然后命人给梅山伯夫递帖子 照足了上门拜访的礼数 她虽然身份不算太高 好歹是个告明 又是亲戚 在京城上层圈子里颇有人缘 梅山伯夫人不敢轻呼 便接了拜帖 冯太太到了梅山伯夫 跟梅山伯夫人先许家常 她特地寻了个借口 说是自家丈夫的生日快到了 虽然不是整寿 不打算大摆宴席 但自家人聚在一处乐一乐 也是理所当然的 她打算把关系比较亲密的亲友都请过去 里头自然少不了她家的娘家侄女 方慧珠了 她还顺便地向梅山伯夫人 发出了邀请 夜眉落下秋元 我们家秦姐一直想念她秋二姐姐呢 可惜令元进来总在家 不肯到我们家里来玩 梅山伯夫人干笑着 脸上有些善善的 关于秋元与安阳伯夫大公子的留言 刚刚才被压下去 这时候带着女儿出门 岂不是给自家找麻烦 即使要去别人家做客 也得等到风声过了再说 但冯太太不提这话 她当然不可能自暴其短 便跟冯太太客套了半天 再次拿方慧珠怀象不好 行动不便来做借口 又说自己要在家照顾儿媳 婉拒了冯太太的邀请 冯太太顿时惊呼 我虽然是有所耳闻 却从不知道慧丫头的身体 已经遭到了这个地步 我不知道就罢了 近日既然知道 无论如何 也要去看一看她 还请亲家太太成全 梅山伯夫人心下一惊 认真看了冯太太一眼 当她发现冯太太的眼神 有多么认真的那一刻 她就知道 继续用先前的那种理由 是拦不住对方的 也许她厚着脸皮 确实可以阻止冯太太去 建方汇筑 可阻止了之后呢 冯太太是方家女 她难道不会直接把事情 捅到方崇山那边去吗 眼下距离二儿子的爱妾生产 还有大半年的时间 若事情曝光 梅山伯夫立刻就会成为 众矢之地 名声败坏不说 就连女儿邱元的婚事 也休想会有好结果 邱家费了那么大的心思 撑到今日 绝不是为了这么一个结果 梅山伯夫人心念电转间 已经拿定了主意 她勉强地挤出了一个微笑 这是当然 不过还请稍等片刻 带我去瞧瞧有个媳妇 是否能撑得住见一见客人 说着她正要从座位上站起来 却不料冯太太也跟着起身了 亲家夫人太客气了 我跟惠丫头也不是外人 从小看着她长大的 她如今身上不好 何必叫她再费事 重新梳洗换衣 我就这样过去吧 梅山伯夫人的脸顿是白了 梅山伯夫人与冯太太对望着 场面似乎一时僵住了 前者不接话 后者也察觉到了 对方的异状 心中更为笃定 邱家一定有问题 花厅门口忽然有脚步声传来 两人转头一看 来的却是邱家大少奶奶 梅山伯长子 邱惠全的妻子 只见她眉头微皱 脸上带着几分焦急之色 匆匆进了花厅 干尴尬尬的冲着冯太太笑了笑 行了个礼便感到婆母身边耳语几句 声量不大 却足以让冯太太听清楚是怎么回事 邱老夫人的娘家侄子跟梅山伯夫人的娘家外甥 刚刚在青楼里为了一个头牌打起来了 两人都打了个头破血流 却谁都没能占上风 如今前者告到邱老夫人跟前 后者去来寻姨妈求做主了 两人又在梅山伯夫前院遇上 差点没再次地打起来 邱老夫人闻讯 把人都叫了她那边 正在发火呢 邱大奶奶急急赶来报信 就是怕梅山伯夫人知道的迟了 在邱老夫人面前吃了亏 这种丑事 无论谁是谁非 说出来都是不光彩的 可事关亲戚里的晚辈 又不能叫梅山伯夫人置之不理 继续留下来配客 冯太太一听 就知道今日恐怕未必能见到放回住了 只是她又不甘心 梅山伯夫人遇到的这件麻烦 怎的就这样巧 天派在这时候发生了呢 会不会又是梅山伯夫 故意寄出来的借口 为的就是阻止她去检放回住 冯太太脑补了许多种可能 脸上却露出温柔的微笑来 夫人若有急事 只管去办 让别人来领我去会丫头的院子里探望就行了 梅山伯夫人怎么可能另找一个人领路 她巴不得冯太太立刻告辞 但对方没有眼色 打定了主意要留下来跟她磨 她也只能勉强一笑 冯太太请稍坐 我去去就来 又想示意掌席留下来做陪 可邱大奶奶给她使了个眼色 她愣了愣就没出声 反而叫人去请秋元 让女儿来陪客人 等出了花厅 不等梅山伯夫人详细问是怎么回事 邱大奶奶就抢先开口说道 婆婆不易担心 我方才说的都是假的 蔡家的人没来 您的外甥也没跟人打架 梅山伯夫人脚下一个亮枪 抬头不敢置信地瞪向掌戏 邱大奶奶淡定地说道 若不是这么说 您方才如何能脱身 横竖这种别人家的丑事 冯太太也未必能打听出是真是假 您还是赶紧先去寻二弟妹 想法子稳住她才说吧 冯太太今日回来 说不定就是猜到了什么 见不到二弟妹 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与其继续地让人猜疑 还不如让二弟妹自个儿开口 打消了冯太太的疑心事正经 日后行事也方便 梅山伯夫人想想也对 只是为邱大奶奶的大胆而吃惊 就算是为了唐瑟冯太太而想出来的借口 她怎么就敢把太婆婆与婆婆的娘家亲戚都卷了进去 编的还是个丑闻 若叫邱老夫人知道 至少也是一顿骂 不过掌袭的好意 梅山伯夫人还是明白的 她镇定了许多 脚步也放缓了 坚持地喊手 做得好 我这就去跟你弟妹说话 你且会花厅里陪客人 一定要把冯太太稳住了 绝不叫她生出疑心 邱大奶奶笑笑 冯太太早已生出了疑心 她才不会去做无用功呢 事发了便是罪过 她推托道 婆婆方才不是叫了二妹妹去陪客吗 不是媳妇不愿意出力 而是既然已经编造了谎言 总要让谎言显得像是真的才好 媳妇这就到前院安排 一会冯太太出去时 保管能让她看见 蔡家与何家的马车停在门外 蔡家就是邱老夫人的娘家 何家则是梅山伯夫人亲妹子的夫家 两家马车停在伯府门外 显然是为了邱大奶奶的谎话 做烟雾弹 梅山伯夫人心知肚明 想想也觉得有理 便欣然的同意了 目送掌袭转身离开 她心里还在想 其实这个媳妇还是很不错的 模样好 人也能干 从前觉得性子太厉害 管男人管得太严 不够贤惠 自己却又生不出儿子 她这个做婆婆的没少嫌弃 想不到媳妇其实还是非常聪明体贴的 至少知道为婆婆分忧不是 其实这个媳妇也不是不能生 就是只会生女儿罢了 老夫人嫌弃 未尝不是偏心有孕的侄孙女的缘故 只要媳妇把儿子照顾好了 再给邱家添个白白胖胖的男娃娃 她对这个媳妇还是很满意的 至少比方慧珠要强得多 梅山伯夫人迅速赶往四子秋慧友的院子 秋慧友住的 是个两进的院子 西边套了个跨院 如今是她新纳的表妹二房 蔡如玉住着 不过秋慧友线下正是宠她的时候 明面上说是住在前院书房里 其实只有白天会在那边消磨一会儿 剩下的时间全都泡在西跨院了 后院里的妻子正在养胎 她压根就没再进过她的房门 梅山伯夫人穿过四子的前院时 就听见西跨院那边传来的娇笑声 她脸上嘲讽的笑笑 十分的不以为然 脚下却不停 只往后院去了 方慧珠就住在后院正房里 整个后院如今正处于半封闭的状态 里头的人不许出来 外头的人要进去 也得先经过守门的婆子再三的盘查 院里除了留着两个秋家家生子的丫头做粗食 就只有方慧珠陪嫁的两个大丫头时候了 院中一片冷清 人人脸上都是无精打采的 方慧珠躺在正房吸暖阁的床上 下巴尖尖 脸上足足瘦了两圈 她既不是真的在养胎 也不是生病了 之所以会变成这副模样 却是因为秋家生怕她闹得厉害 泄露了消息 就在饭菜里下了药 让她浑身无力 什么事都做不了 不过在一些不了解内情的人看来 这就成了她正在养胎的证据 她陪嫁的丫头见梅山伯夫人前来 慌忙地奔进礼物报信 奶奶 夫 夫人来了 方慧珠灵力的目光 立刻朝梅山伯夫人射来 婆婆来做什么 难不成是想看我死了没有 西月儿那个贱臂还没生产呢 我这时候死了 婆婆的孙子要怎么做长子嫡孙 梅山伯夫人早听了无数遍这种话了 压根不在乎 她挥挥手 让屋里其他人都退出去 方慧珠的丫头想要留下 也被人拖走了 方慧珠死死瞪着婆母 恨不得扑上去咬她的肉 梅山伯夫人却淡定地 在离床六尺远的地方坐下 开口问道 且儿我跟你说的那件事 你可想过了 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方慧珠只觉得好笑 什么 你们把我害到如今这个地步 迟早要夺我性命 还妄想我为你们邱家出力 你们把我当成是傻瓜了吗 就凭你们这样的家风 也敢肖像皇妃之威 求远算是哪根从 促逼无知 品行低劣 连对皇上做个习脚 毕都不配 还想做妃子 别笑掉人的大牙了 梅山伯夫人不悦地皱皱眉头 但还是耐下心去说服她 别光顾着痛快地乱发脾气 胡说八道 我们家确实不该瞒着你 玉姐的事 但谁家没几个妾 现在不纳 迟早也会有的 你别管玉姐是什么 身世来历 总归一辈子都只能做个妾了 你身为正事 难道就不该大度些 况且玉姐的腹中 又有了有鸽的骨肉 那孩子生下来 是要叫你一生母亲的 将来她若有了出息 也能给你正来告命 至于玉姐 孩子一生出来 就跟她没关系了 你何必跟她一般见识 方慧珠坚持声音冷笑 婆婆还要哄我 谁在乎一个妾 可你们都要谋害我性命了 难道还不许我骂人 你们将我骗取过来 就为了让我教 秋元如何在宫里争宠 秋元才学了点皮毛 你们就把我踢到一边了 只等着西院那贱婢 剩下孩子 便给我报个难产 然后一晚要要死了我 你们好将那剑臂扶了证 给求慧有座田房 那时候 她身份也配得上了 外人又没几个知道 她做过妾 她把她亲生的孩儿养大 还能得个宽带圆培遗孤的 以先名呢 她生的孩子还能摊上 方家这等有利的外家 将来前程不可限量 这算盘 打得多响啊 你们把事情做得这么绝 还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谎话吗 梅山伯夫人一惊 低头想想 觉得秋老夫人和蔡如玉 说不定真有这个打算 但她却是不赞成的 她对方慧珠说道 你别冲我乱嚷嚷 有些事 你也要分清楚 谁才是罪魁祸首才好 老夫人决定的事 我做媳妇的不好反驳 但你冷静想想 蔡家 除了是老夫人的娘家外 还有什么好处 我怎会看上 她家的女孩儿做儿媳 更别说这玉姐儿 还是个丫头生的 即使还未出嫁 也不配做有哥的田房 她既然奉了茶 磕过头 明确了二房的名分 哇 那这辈子就只能做个二房了 你若真哥是死了 那有哥也是另娶他人 我们邱家是规矩人家 不会做 罢切扶正这种蠢事 我是看在她肚子里 怀的是我亲孙子的份上 才答应把那孩子 记在你名下的 你也知道 这是我们家年轻一辈里头的一个男丁 说是个庶出的 岂不可惜 为了补偿你日后的儿子 老夫人和我也说过了 会为他留下一份家私 绝不叫他因为试了敌长子的身份而吃亏 你既然不在乎一个妾 就别做出这副小气的样子来 只管大大方方的 叫玉姐儿给你立规矩 老夫人那儿有我呢 就算他老人家心中不快 有哥却是我生的 方慧珠仍旧是冷笑 说得真好听 你们家若有规矩 那剑壁还能踩到我的头上 如今你用得着我 便拿好话来哄我 等球员进了宫 你管我是死是活 梅山伯夫人又皱了皱眉头 你别只顾嘴上痛快 剥倒了我 与你又有何益处 我的建议对你有利无害 你冷静些细细地想想 若是老夫人与玉姐儿 当真的不把你的性命放在心上 你更应该答应了我才是 你是我儿媳 玉姐儿与老夫人同出自菜家 她若得了事 与老夫人坑壳一气 在这个家里 哪里还有我站的地儿 可见你我婆媳本是一体 我哪怕是为了自己 也会保护你的性命 但你也当敬我从我 方是正理呀 方慧珠挑起了一边的眉毛 心中只觉得讽刺 婆婆这是 想要与我联手 与老夫人抗衡 相比梅山伯夫人 冠面堂皇的好话 她倒是更相信对方 会因为利益而改变立场 她有些犹豫了 你带我去尝尝 我来的遣子 如果是来的 我可以带我来的 那我来的遣子